1945年年初 太平洋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虽然日本海军那帮毒子尚有一战之力 但其主力航母已经基本被击沉了 因此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已经完全被老美控制 美军的炸弹更不要前似的 投向日本本土以及周边的海域 眼看着日军已经成了稳重致病 战败只是时间问题 按说呢 仗打到这个份上 稍微有点眼力见的 早就投降了 然而海军高层那帮毒子纯属超兜撒尿 就是不服啊 他们依然是在寻找和美军对抗的方法 经过几个老流氓的讨论 他们破天荒的制造出了四支不要命的特攻队 神封回天 正阳浮龙 神封特攻队 神封这个名字 对日本人有着特殊的意义 相传在13世纪 元氏祖忽必烈曾两次派出大军 企图征服这个鸟不拉屎的岛国 好死不死的这两次出阵 蒙古大军都遇到了台湾 结果导致剑毁人亡损失惨重 最后只能放弃这个念头 这两次台湾对于加大业大的忽必烈来说 基本上属于鸡毛胆子打泰森 不痛不痒啊 但对于日本人来说 可就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了 所以他们就把这两次救命的台湾 当成了神明的保佑 神分由此而来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 当马里亚纳群岛失守后 当初不可一世的日本联合舰队 已经是厕所旁边打地破 离屎不远了 5月27日 比阿克道战役爆发 陆军第五飞行队的队长高慎田 眼看战况不利 直接率领四架飞机撞向一艘正在靠近的美舰 并成功将其撞沉了 随后日本军方对此进行了全军的通报 大肆宣扬这种250的姓氏 老高的这一做法 立马点燃了日本海军飞行队的攀比性 此时日本海军的飞行员也已经死的差不多了 新培养的飞行员还经常在训练中为国捐去 鉴于这种情况 日海军逐渐产生这样一种想法 既然训练也得死人 那还不如直接让这帮独子去装美舰 而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 就是山本大聪明的脚地 大西龙智狼 这孙子是个典型的军国主义死硬分子 于是神分特工队诞生了 在接下来的莱特湾海战中 大西这孙子连续四天派出神分特工队去撞击美舰 一开始这帮不要命的独子 还真给老美出了个难题呀 美军多艘战舰遭受重创 日军一看这种攻击效果打打底 简直是七半年前的神分宰灵啊 于是疯狂扩大了敢死队的规模 人数甚至一度超过了5000人 然而在这么悲壮的队伍里 竟然出了一个老六 他就是不死战神左左目有刺 这多的可能天生命硬 九次出击九次返航 不管美军战舰没看着 自己连根毛都没掉 这可把日军高层气傻了 他们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发生 先是出了个只给半尘油的方案 随后又发明了一种 舱门焊死的樱花弹 说白了就是在导弹上焊个驾驶舱 保证你有去无回 死无葬身之地呀 回天特工队 早在20世纪30年代 日本就已经研发出了一种 专门对付大型舰艇的装备 假型特工潜艇 也就是袖针潜艇 这玩意儿看起来跟普通的舰艇差不多 但是其设计理念却相当反人类 当时的潜艇都是用柴油发动机驱动的 而这玩意儿的动力呢 只是个笑话 就连牛人马斯克都没有完全解决 更别说二战前的日版了 所以这种潜艇的航程非常短 属于有去无回那一种 潜艇上能搭载两名艇员 并且能携带两枚450毫米的鱼雷 日军在偷袭珍珠港时 曾派出了五艘这样的假型特工潜艇 出发前上面的十倍艇员都已经写好了一书 那架势简直比天上的神风队员还要被撞 而他们的战绩也非常惊人 竟然连美军的毛都没碰到 直接就被美军驱逐舰全部击沉了 俗话说吃一千长一智 换成其他国家 这种奇葩玩意儿早被禁止了 但日本人属于建了棺材 我就躺进去的那种 到了1944年 靠常规打法 日海军已经无力回天了 于是一个叫人科官夫的海军中尉 突然又想起了这种迷你送葬艇 而这一次日本军方连装都懒得装了 他们直接在鱼雷上开了个驾驶舱 并美其名曰为回天鱼雷 这东西能不能回天我不知道 但是回魂却是杠杠的 为了忽悠下层那帮犊子出去送死 日军官方大肆宣传这种武器的高精准度 以及特别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说白了就是回天鱼雷不安装任何的电子设备 一切全靠人工把握 所以绝对不会被美军舰艇侦测到 只要能顺利发射出去 绝对不会像假型潜艇那样无攻而反 接着他们为了提高这种鱼雷的威力 直接在里面塞了1.5吨的炸药 比普通鱼雷整整多了两倍 最后日军还特意拆出了本来设计好的逃身装备 秉着你管死我管埋的职业精善 他们在国内的军事大学里大肆招人 这种砖坑下一代的大无畏精善 我想也只有日本这种不要脸的民族能做得出来 再到最后 日本可能连飞机和鱼雷都造不起了 于是这些头脑清奇的大聪明 又整出了服务龙特工队 他们让士兵们穿上潜水服 偷偷潜入海中 然后发一根5米长的猪肝 竹竿的顶端会捆绑一颗15公斤重的大水雷 等美军军舰靠近士兵周围的时候 日军便能抓住机会 给予美军军舰致密一击 咱先不说15公斤的水雷在海里能不能举起来 美军军舰就真被日军捅到了 那跟拿火柴棍捅大象有啥区别啊 最多帮潜艇呱呱杀出出秀 再看看图上这身打阿板 如果没个十年脑血涮 绝对想不出这种绝招 最后一种特工队名叫正阳特工队 听听这名字多霸气 然而他的发明者名字更霸气 他叫黑道贵人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这名字跟长相确实很搭呀 正阳特工队的想法那是相当超前呐 这是一种自杀式摩托艇 头部可以安装500斤烈性炸药 跟绳分以及回天配合起来 从天上到海面到海底 可以360度无死角的撞死美军 可惜这种摩托艇还没实装 老美就迫不及待的送来了两颗原子弹 日本这帮毒子也是没长记性 竟然一颗都没接住啊 不过在作死这个领域 我六道元愿称他为最强